近几天,包括北京在内的我国中东部地区天气条件静稳,大气扩散条件转叉,多地出现物和埋天气。 京城,受周边河北,天津大物影响,北京多条高速封闭。 据北京交通委员会消息,受河北断物大影响,大广应开高速出京方向,球衔指世界路段封闭,出京车辆由球衔出口驶出。 受物大影响,京台高速双向微沙庄至世界路段封闭,受河北断物大影响,银哈高速双向白路至世界路段封闭,受天津断物大影响,京平高速双向无格庄至世界路段封闭,京京高速出京方向台湖主站至世界路段封闭。 截至七点半发稿时,尚未收到开通消息,京城,北京涉海电区,能见度不佳。 同时,昨天夜间起,北京空气质量明显转拆。 据生态环境部数据,昨天白天北京空气质量,处于两颗清度污染状态,夜间起,AQI迅速上升至200以上。 今晨5时,北京AQI达220,处于中度污染状态。 由于冷空气势力较弱,周末北京较长年同期明显偏暖。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,今天白天多云转晴,有清度到中度买,早晨都买不有五,北转南风二三级,最高气温六摄氏度。 夜间清度到中度买转晴,南风二级阵北风三四级,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。 目前,正值三九时期,通常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节。 北京一月中旬平均最高气温为1.4摄氏度,近期明显偏暖。 今夜起,随着冷空气的到来,北京大气扩散条件好转,明天午喝埋消散,天气转晴,最高气温达六。 今天,北京空气质量不佳,出行施防护,早把温差较大,外出及时添衣,进防感冒。 京城部分高速关闭,出行前及时查询路况,和理规划行程。 明天就是腊月出发,俗称腊八节,有喝腊八粥,泡腊八色的习俗。 过了腊八九十年,趁着周末,腊八美食做起。